解释第十二章 第十七节 龙向苦人发怒 去与他其余的鱼女争战 这鱼女就是那首神戒命 为耶稣作见圣的 那时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 没错了,你会看到在教会里面 无论是天主教 其实他们是因为避开了 为耶稣作见证 用生活作见证榜样 而于是乎你会用很多的移民 穿祭司袍 很多的仪式 其他教会就更加用很多的钱 熟世的娱乐 熟世的管理的方法 是用这件事去取代 而导致 这些教会可以不用用这些方法 都能够维持这个中牌 例如我所说的 这个事实上很适合那些 又自私又怕舍底的人 你叫他成为一个榜样 去扬牙效法的话 他就觉得很大压力 标准高 但是叫他效法人 他又怕舍底 那么多领袖会跌倒 为什么要我去尊重人 如果人会跌倒 我们就永远不用 应该就不用效法任何一个人 但是你会看到 很明显这些人 他是不是拿了一截圣经出来说呢 不是的 他不是拿一截圣经出来说的 他根本是拿自己的罪出来 去张扬 因为圣经里面要我们效法 不是效法人家的坏东西 就算那个人将来会跌倒也好 你现在都不是效法人家的坏东西 你不是效法到预备 预备倒数三下 预备的啦 预备倒数完三下之后 我就跌倒给你看 我不是叫你去学这件事嘛 圣经都不是叫我去学这件事 我们是说你效法人家的那些 那些是那些为耶稣作见证的人 你去效法他嘛 他们无论在敬拜债美 或者专心委身上 专业程度是 因为效法主耶稣而有的优质 我们就去效法啦 因为在每一个的专业 和每一个在信仰生活上的智慧呢 很多时候我们根本是真的有个师傅帮我们 我们才会避开了很多这些 撞到合头不压裂的错误的 尤其是你的身份将来能够成为一个领袖的话呢 这个效法就更加珍贵 因为 举个实际例子 在现在二十八年前 开始做你们牧师之前 我做你们牧师之前 从来没做过牧师的 我做你们牧师之前的几个礼拜 我还是一个学生哥 我还是一个二十三岁的学生哥 但是问题 你会看到自私的人就期待 你第一天做牧师 你应该有半个世纪的牧师的经验 有半个世纪的牧师的看事法 说的说话一粒字都不可以错 你录的录音带 最好是二十八年前 说的第一句话 发音会一样都要正确 当然有这么自私的人 完全不合理的人 当然你这件事不能够满足他们 但问题是 基本上你做为一个领袖的时候 有些钉真的不是你碰了之后才学钉 很多时候真的你要去找 在这一方面的专家也好 又或者甚至一些前辈也好 你能够跟他谈到 那你已经很幸福了 但是如果你能够真的在生活里面 亲眼见证他如何带领土国会 他的态度对于平信徒又如何 对狼又如何 上台的时候 说话的时候又如何 私底下 在茶经班的时候又如何 他对执事会又好 或者对家庭对自己的颐旅管教又如何 那些根本没有可能 你在信主短短几年 苗生片变了牧师 你自然都会认识的 没有可能你一定要真的在一些 一个真正牧师 还是做得好的牧师的身边做 去学习 做一个学徒 如果你找不到一个真正好的牧师 你找到一个已经做了几年的牧师 都真的求之不得 你要记住这句说话 就是有人在你前面做前辈的话 那个人不需要完美的 如果你只是等完美的话 你一生都不会学到任何东西 你永远都不会在身边当中 被领袖欣赏 也不会被任何人高升你 为什么 因为你做我事多个做对的一件事 因为你不懂得在身边 有机会学习当中去学习 很多东西你是做错了 做坏了 要人帮你补和 明白吗 但是起码在我当年来说 我根本不可以付这种代价 打从我开始 食安第一年 就已经不可以付一个 这样的创伤性的建立教会 但是感谢主 我自己的经历 是使我能够这样做的原因 就是因为 能够有机会 去接触这些牧师 他们愿意 就是说 我住在家 看他们生活起居 他们每个聚会 我都去参与 但每一次的聚会 我都会参与 去参加聚会的时候 我又去参与 跟其他牧师交流的时候 我又去参与 我认识的 不是世上最好的 很多懒人 他不是世上最好的 他永远都不会跌倒的 我不跟他学 你只听这样的推论 你知道那个人是什么人 是不是 那个人都不方会 成为一个好的领袖 因为他直接 take it for granted 他各样要最好的 但他有没有想到自己 付出什么呢 是不是 我们一定要付出 我们自己的受教 我们一定在我们自己 神交在我们手上 现在有的资源 我们好好运用 但你有没有想过 神交在你手上 最好的资源 就是你的师父 就是你身边为耶稣作见证的人 如果你要否定这件事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过 神是这样教他的门徒 神是这样说这里的 妇人的其他儿女 他们最重要做的第二件事 就是为耶稣作见证 但我们就是否定这些见证 OK 我们不是否定他 主耶稣的十字架 但我们否定他们的生活榜样 他将来都跌倒 我为什么要学他呢 他将来跌倒 我需要去研究他 或者他将来未必跌倒 不过既然可能跌倒 我就需要不跟 我要等到一个不跌倒的 但问题是我们有生之年 除了那个令就死了之后 我们怎么知道他不跌倒 究竟是一个多不合逻辑的借口 不受教就不受教 不想附代界学习 就不如这样直说 我们用这种方法去骗了人 最可怕就是骗了自己 那我们又想不上天堂呢 是不是 如果我行我素是可以的 那神根本一路就不需要建立教会 是不是 所以这个经验之谈 就是在我的人生当中 我认识很多我行我素的人 我认识很多 那个人不是最好的 他不会肯谦卑学习的 OK 你是被人厉害一百倍 那他才偷耳听来说 但是我想让你知道 如果你是想成为一个神用的仆人 你不可以用一些那么不负责 那么懒 还有好高慕远 眼高于顶的方法 去行传你的信仰 你无论是为了事奉 或者做什么 你都一定要在那点当中 玩一些前辈 或者他不是世界上最好 但是别人比你更加聪明 那已经足够你不止下文去学习 去观察 而不是做错了之后 就找诸多借口 但是明明有个师傅在你身边 你又不肯去学习 你发觉你是选择了 一个道行逆思的方法 去行你的信仰 这个道行逆思的方法 你只会为你制造一个跌倒 为什么呢 因为原来我们的信仰就好像 学习一样 就是好像逆水行舟 不进则退 如果你不找一个能够使你快进步的方法 其实你是进步得慢的话 按着你的第二天 你年轻十几十岁可以 但你开始三十岁 四十岁五十岁的时候 你的进步仍然是慢的话 按着你的年纪 它会更加慢 你发觉你年纪大 你就会一直退步 你不找一个真的能够使你 进步快的方法 到你年纪大 就算你老了 耳朵又聋 眼又蒙 记忆力又差 但你找一个进步快的方法 就算你老了 你都在整个街上有用 就不会成为一个阻止地球 转的一个所谓领袖 时不时又搞一些怪念头出来 待会又搞一些东西 要别人帮你去补获 而进步快的方法 永远就是我们身边 事实上有很多个师傅 你的进步都远远快 你自己的衰老 那种退步 而这种 就会使得 在你的信仰上 在你人生中 可以永远不断 得到神的支援 得到神的祝福 继续第十二章 第十七节 龙香夫人化路去 与他其余的儿女争战 这儿女就是那首神戒命 为耶稣作见证的 那时龙足站在海边的沙上 所以唱歌 但每天小�owa 满意 之一 第一 示 nan 你 肯定 如果你 那么 不 卡 莫 婊 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